你們兩個都是算Iron嘛 沒錯 聽說Iron好像沒有那麼喜歡打電話 對 Iron其實打電話對我們來說 壓力很大嘛 難受 Why 尤其是最難受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就是那個 以前要撥號碼的時候 按那個按鈕的時候 你壓力超級大 會抖是不是 就是你上班的時候有時候打電話 他打給你一些不認識 然後按那個電話號碼的時候就 你會這樣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 對對對 Why 因為就是你很 你是怕 怎樣 Wait What 不知道 我就是 以前還沒有實習的時候 就對打電話這個事情比較 就有負擔啦 怕社交 對對對 尤其是call calling的時候 那你現在還好嗎 我現在是call calling的那個魔人 騷擾之王 我超級會call calling 那等一下就交給你了 沒錯 OK 所以Iron都會怕 打電話 你會嗎 我會 我以前會 對我甚至會覺得很麻煩 就是 有時候你在跟朋友聊天啊 聊LINE還是什麼東西 我會覺得你有辦法你就打字給我 你不要一句話都不講就打過來 我會很生氣 除非是集市 但我常常這樣子 沒有沒有那個你會跟我說你現在等下有時間打電話這樣 這樣我覺得OK 沒有如果我在找你啊 那可以啊 突然有集市可以啊 可是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問我什麼事情沒有很急 然後就直接打給你你會想說 我會我會幹你這個 你不能寫下來嗎 就是我一定要現在花這個時間去 這有很急嗎 去接你的電話 所以你們都是偏好簡訊 對 LINE 可以的話你就 因為寫的也清楚 對 然後我可以有時間我再看 我不會有一種我當下就要處理你的事情的感覺 OK 但是這個這一點 在感情裡面有個差異的地方 嗯怎麼說 那在感情裡面 你用訊息的話 你就有那個等回覆的那個煎熬 你知道嗎 嗯 就是你還在曖昧的時候 你就發訊息過去 你就等他回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對啊這就是遊戲好玩 刺激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用講電話的話 對方就必須要先來回你 就不會有這個 這個 你就兩邊都要試看看 就是你 對對對 確實是這樣沒錯 不然你一直讓人家等 你是讓人家等的 還是你都在等人家 我 我其實是一個 如果在曖昧的時候我會 他多久回我我就多久回他 你會 你會真的就是有設一個 timer嗎 沒有啦沒有 就是大概 抓個大概 就是不要 就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他隔一個小時回合就表示說 他的頻率是這樣 我就match他的頻率這樣 他搞不好欲擒故縱 為什麼要match他的頻率 因為如果他很忙 你自己的頻率 他很忙 然後你一直秒回他 他壓力很大 對 哦所以你那時候比較閒 也不是 就是你會覺得 要有一個對等的聊天頻率 因為我的話就講說 我走我自己的頻率 他跟著我的頻率走 哦 你就是 為什麼我要跟他的頻率 所以我現在看到 我可以我現在回 那我等一下很忙 那我就有可能過幾個小時再回他 為什麼我要 哦 那個可以 那如果今天他突然拉長 你也會跟著拉長嗎 哎 幹嘛 幹嘛 幹嘛啦 我很認真耶 我會 我會也會比較長 但不會拉那麼長 哦 所以今天一個小時跳四個小時 然後你有可能就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跳四個小時哦 我就跳下一個人這樣 哦四個小時不行 一天回六次不行 太少 對啊 但你不會覺得有時候傳簡訊 就你不知道人家的那個emotion是怎樣的嗎 會會會 所以我就是 沒有沒有 但朋友之間也是 哦朋友那就不一樣 對不對 像我就喜歡打電話 因為我就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我知道你的emotion是怎樣 但你突然傳給我一個講說 你穿什麼 我會穿什麼 那你會穿什麼 對啊 你會穿什麼 MVA 對啊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喜不喜歡這個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上班到一半 Yo Daniel 你知道 不是 不是這種事 就是假如說 我們要約某個地方 我就覺得打電話就很快 你不用那邊一直打字啊 OK 打電話不就很快 就是想說 欸我等一下在哪裡哪裡哪裡 我還要跟你說 我等一下在二號出口 什麼什麼那個地方 這樣等你 哦 二號出口之後 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情緒在裡面嗎 不是剛剛嗎 二號出口 二號就趕快來這樣子 沒有就是 text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個辦法 去convey這個emotion 謝謝您 觀看我們這部影片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 你可以點這裡 請按摩